对不对应该说 你通过练这个伊拉罐 这个细心大法 直到创造了吉尼斯的世界记录 整个人生是一个大逆转啊 完全不一样了 现在你回忆起来 还痛恨那些说风亮话的人吗 就以前吧 到可能不太适应 但现在想起来呢 如果当时我没听到这话的话 可能我也没有这么大的动力 一直到现在 现在不管做什么事啊 我都能坚持下来 所以还是挺感谢他们的 你应该说生命当中 有不少需要感谢的人是吗 有三位老师 第一位呢 就是我在少林 教我武术的老师 责成师傅 第二位呢 就是我来到北京之后 在北漂生活的时候 然后教我学吹笛子 给我介绍演出的 南卫东老师 第三位呢 就是我现在的恩师 也是我生命中的 最重要的贵人 教我表演 给我介绍戏拍 我的恩师刘慧老师 刘慧老师 是不是江坤老师的徒弟啊 我师父是江坤老师的大徒弟 那是我师爷 然后我是我师父的大徒弟